简单地说 简单地说 你现在整个身材都很骨感 你现在又是一个梦想很飘忽的 如果就一个字找那个岗位 什么是你最强的 就一个词汇 行不行 那你先做三个深呼吸 这是我们在企业当中面试 有时候会用的动作 先做三个深呼吸 这样吧 你爸爸长得像谁 没有 比较更像一点的 就是比较接近的 哪位 陈总吧 陈总 陈总上来给他一个拥抱 快点 欢迎 好 来来来 我爸爸你别更紧张了 安慰一下他 让他好好发言 好 加油 好 谢谢 唯一的一个核心点就是乖 乖乖女 他的强项是乖 在第一轮选择之前 把第一环节的这些东西中速一下 说一下 文蜜吧 文蜜吧 文蜜 对 因为我以前做过文蜜 最低薪酬 5000加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流 酒盏灯 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 一段类似于VCR VCR 对 来看一下什么VCR 对 来看一下什么VCR 在我的学校 这是我们过年的时候 谁是你 冒免被淹没 这是明信片分享 所以这个说明了你的什么能力 摄影水平 等他看完 看完 看完 带我们去旅游 刚才他在我旁边 他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 他很有感觉 特别是看到最后那个机翼的时候 要回家的时候 他突然之间有了一种情绪上的波动 有点泪眼连连的感觉 你是在国外 特别难熬是吧 特想回家 没有 都有吧 酸尖古辣都有 但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 这是你制作的吗 对 这是你拍的吗 是我拍的 那你为什么要做一个这样的VCR 它是没有PPT的 那你为什么没有PPT 只做了一个这样的 类似于生活记录的VCR 来作为你求职的一段资料呢 是这样的 因为我自己的工作经验确实很少 然后我的经历也很少 然后因为我自己北深 特别特别喜欢旅游 就是而且我每次旅游都是 自己拟好路线自己去 然后就是这张 这个VCR能展示我在英国 就是这一年的所有 感觉就是你不是在留学 你是在游学 或者在玩学 因为我自己确实很喜欢旅游 来 去哪 我 我 洪宇 我觉得你的这个片子 我看完了以后 其实在我们看的这个VCR 因为我们只获取的就是你去玩了 你明白我想说的话吗 就是说你想传达给对方的 以及对方所获取的 这是需要有一个对等的关系 而你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 其实有一点不客气地讲 就是大家都在哄着你 尤其是涂雷老师 他出奇地有耐心地在哄着你 出奇地有耐心地 在有在挤牙膏般地在面试 这个其实在真正的面试环节当中 是完全不会存在的 因为我们可能马上如果这个人 我们问的问题 他都用两个字来回答 三个字来回答 这场面试会很快结束 所以我特别希望能够看到 你真的在求学当中学到了什么 我有一个建议 因为我们看不到他学习的能力 你不容易英语介绍一下 用英文可以吗 我自己吗 对 用英文介绍酸甜苦辣 就是你这一年的旅游经历 好吃的好玩的感受 好不好 好主意 来吧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彤于乱 我的英语名字是Rose I'm 26 years old and last year I went to England 同语啊 我们就别等了 你知道有一种人叫瓷娃娃吗 你整个人的状态就是一瓷娃娃 你搞得我们现在也不敢劈你 然后也不知道你好在哪儿 然后你的这个所有的求职就是 你们看我能干点啥 那表面上呢 他有一个留学杜金的这样一个经历 但是实际上在台上 他连最基本的英语沟通都说不好 把时间花到这样的一年 去拿一个所谓的硕士学位回来远不如把这些时间花在踏踏实实地去工作 踏踏实实地去获得工作经验要来的价值要高 我当时整场从上台到结束我就希望就是赶紧快点结束 因为我太紧张了 我脑子就是完全什么都没想好 童语你觉得你特别爱学习 学了特别特别的知识 但是我告诉你每一个真的学了很多知识的人一定会非常自信的 就慕了 就是你现在表现这种弱弱的就是 我老是要去对号入座说 他是个硕士生吗 他其实是对自己的学习 他是在国外留过学吗 就是我老会不停地要问这个问题 就是不知道你到底会什么 来 把所有的感觉